大家最喜欢的加菜金 送上加菜金 台北市长柯文哲春节前未劳警销人员 证明自己在雇着市政 但政治上媒体人赵少康率先抛出 将角逐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是不是将成为柯文哲未来的劲敌呢 没有差 其实我都还还没准备 所以没有 都来讲 人家说会不会打乱你的布局 我说连局都还没布 所以没有差 柯文哲老神在在 不过赵少康九号不止向蔡英文 和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贺年 更喊出新的两岸政策 用十个字代表 叫喊一生兄弟保百岁平安 被认为和柯文哲的两岸论述有点相似 支持两岸一家亲的精神 促进交流增加善意 喊一生兄弟 大概也没有那么容易 我应该请他说明清楚 两岸本来就相当复杂 这个也常常也不能一厢情愿 毕竟对方底牌还没全先 柯文哲也不急着出招 免得在敏感的两岸话题上 自己先十分 三年后的事情还用不着 现在也去烦恼